好那让我们的freak先开始抽出第一个职理的第一支战队 我们来看看一号的 这是每一个小组的一号出现的队伍 第一抽直接抽出了来自咱们LPL赛区的京都 上次说你可以继续了京东作为一支LPL的强力战队 对谁来讲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 来看看抽出了T1在第二抽的一号池当中 那这样京东跟T1将分在同一个半区 来看看freak的第三抽 我猜一下是谁 第三抽到了来自LCK赛区的冠军队伍 他们也是刚刚在这个小组里小组第一出现 好那第四名答案就已经揭晓了 第四个抽出的一号主持就是来自LCK的DRX 好上次也是提到说现在我们有了稍微一赌半决赛可能出现情况的机会 但是再一次提醒大家为了保证半区规避原则 以及同组的两队最终要在决赛上相遇 所以我们依然遵循着半区规避的原则 现在freak来到了第二种子之前 目前我们需要看看他的第一抽是谁 the chance are for rogue freak抽到的是当问奇亚 that's impossible DK战队 那这样DK跟京东要保持半组规避原则 他们将直接来到第三个一号主持的位置 就是真几对上DK的八强 对吧 是 freak的第二抽 来 来 来 抽到的是Rogue Rogue 那这样Rogue将会面对京东 京东和Rogue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 应该是没有内战 好像规避掉内战 应该是 没有内战 我们将确定没有内战 是的 抽得有点好 好圈 第一轮肯定没有内战 来看看 freak的第三抽 RNG RNG将 T1 将对上他们的老对手T1 what a side of the bracket I have to say 上司感叹说这半区 非常值得令人惊叹 最后一抽就是卫冕冠军 EDG 他们将进入下半区 而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有着前 EDG成员 Deft所在的第二项 first off it was it was in the stars RNG RNG 我们再来看下 八强的分组情况 上半区 北京京东 英特对上RNG T1 对上RNG 下半区 ZENG 对上Dawang XDX 对上EDG 我们都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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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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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得到 JDG 我说 我说 它会很可怕 RNG 那会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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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ck也是提到说 如果上半区 RNG能够突围成功 大家非常有趣 of our world championship thank you so much we're gonna kick it back 好 那也感谢各位 收看今天的抽签仪式 也再一次感谢主持人Sox 以及抽签的嘉宾Frick 必须得说 Frick这个抽的 有点实力 手机好像挺不错的 抽签 抽签已经尽力了 是的 看兄弟们了 但是上半区 有点凶险 有点死亡 因为上半区这个半决赛 上半区 我觉得京东 打Rogue这个对局 算是我们优势还比较大的 对吧 从硬实力来讲 但是这个T1打RNG 就希望RNG赶紧调整好状态 是的 下半区的话是一组LCK内战 DK打Zenji 然后Jangas打EDG 是的 哇 说实话 对于不想看内战的格子来说 已经是比较完美的抽签了 就很完美了 是的 首先避免了内战 就尤其是我觉得 第二组对决 跟第四组对决 都是大家期待已久的LCK 对上LPL 然后Freak这个 今天抽的还有一点很好 就是DX对上EDG的这个 故事性也很强 是的 有Deft的吧 对吧 包括还有很多LPL的观众 认识的老朋友 像 Kinka Zika Fusik 是的 都是大家认识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对局 上半区由京东对上Rogue T1对上RG 下半区由Zenji对上DK DX对上EDG 哇 这个上半区看起来真的 很血腥 主要那个半决赛看起来 主要提换达然区 感觉很血腥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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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